而回來國內看到我們的天氣優勢如何呢 要告訴您今天開始會受到偏南風的影響 再加上風面是慢慢的接近台灣 可以看到已經來到了台灣西半部的海面上 所以天氣相對比較不穩定一些 水氣也會變多 各地降雨的機率都會大大的提高 尤其您看到是在整個台灣的西半部 會是今天的降雨熱區 我們就要告訴您 從上半天開始離島 將會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震雨雷雨發生的機率 而您看到在禮拜天封面 也就是今天開始接近之後 包括了在這個西半部也會有明顯的降雨發生 而在整個東半部的地方 花東地區不定期 今天也會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宜蘭花蓮地區呢 則是要注意午後的雷雨會比較的明顯 不過到了傍晚以後 各地的降雨機率就會慢慢的降低 天氣不穩定 所以提醒您出門 記得一定要攜帶雨具了 而來關心到下週天氣優勢如何呢 我們從週一一起來看 週一開始新封面就會報導 會在台灣附近的海面上飄移 北部這邊可能會出現一些局部的雨勢 那麼到了週二開始 封面就要通過台灣 尤其華南遠溪也東移了 降雨範圍整個擴大會到中部以北的地方 週三週四呢 雖然雨是減少了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東北季風略為增強 水氣雖然減少 但是呢 可能溫度會下降一些些 而到了週五週六相對來說 是這個禮拜天氣最穩定的時候 會是多雲到晴 而在溫度的方面 今天來說沒有下雨的時候 要注意比較悶熱喔 各地的高溫是可以來到二十九到三十二度 不過要告訴您 剛剛有提到說 下週三週四啊 其實這兩天東北季風就會慢慢的增強 清晨夜晚最低溫可能會降到十五度 日夜溫差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所以薄外套還是要隨身攜帶著囉